昨晚江苏南京边防检查站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紧急救助一名重症台胞 台胞杨先生因突发脑出血昏迷不醒病情危急 需立即乘急救包机回台湾治疗 南京边检站在接到通知后 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救助预案 提前为居组人员办理入境出境手续 在运送病人的救护车到达机场后 又用最快的速度将患病台胞送上飞机 并办理完出境手续 当晚20点50分左右 搭载重症台胞的包机顺着